TVB经典剧集多部胜数 其中在2009年播出的《宫星记》 更创下了最高收视50点的佳季 在新一年 TVB将会在接再历 连同企鹅影视联合出品一部华丽古装宫廷剧 《宫星记2》《深宫记》 多位TVB高层连同一众剧中演员 好像马俊伟 周秀娜 肖正南 马国明 刘新悠 胡定兴 以及黄新颖等 这一天一起出席祭招 剧中饰演皇帝的马仔和娜姐 会有不少对手戏 但说到这场戏 马仔就有些不忍心了 我以为她是太平公主 安排在我身边的一个卧底 那其实不是 对啊 原来她是对我 她是真的对我好的 那可是我误会了 所以立她为妃子那个晚上 就是那个浪漫的晚上 我就 我说好啊 那你要来当卧底吗 我就让你尝尝 结果我就对她一个比较 给她一个比较粗鲁的回忆 但是你有没有压力啊 拍一部戏啊 跟她截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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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动作戏反倒没有很担心 会不会加多一点点啊 对白上反倒有点担心 因为你知道对白可能会真的是不能随便改动啊 对 而且有时候可能会长一点 所以对白反而有压力 动作戏我们就非常相信我们的剧组 我肯定没有压力没有压力 剧集不止阵容鼎盛 而且搭配新鲜 好像肖正男和刘新悠这一次合作 相信会擦出不少火花 两人还现场大赞对方呢 第一次跟TBP合作 跟师兄合作 跟偶像合作 很开心 听说你很小的时候看她的电影 是啊 她之前说不是我 对啊 我跟新鲜的戏长大的 所以我是非常开心这次课跟她合作 真的吗 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老了 但是这说回来真的很开心 可以就是跟她拍档 因为其实她有很丰富的拍古装经验 对 所以她是我的老师 我把她当老师 我把她黏住她 问她 对 胡定心和米雪 上一次合作拍剧 已经是几年前的剧集 猫屎妈妈 虽然两人在街片园 不过定心就略嫌 和米雪姐的戏份不够多呀 我会选择 就是她就一场大的戏 但是我不在里面 就是希望再一次我们再合作 最遗憾没有跟侍候一起对手戏 没有没有 就是希望很快就再有机会 是不是很忙啊 因为之后拍两部戏 对 因为同一时间开新工记 新工记 还有就是唐星风暴 所以就只能抽一天两天来拍她们的戏 今天我看到 哇 很漂亮啊 你们的服装 有没有想过很重啊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的 通常我们都有个警窟 来保护她 因为 其实现在的头身已经改良过了 没这么做 他们是空心的吗 是空心的 他们其实可能他们只有经验嘛 然后就现在改良过 就是可以偷空一些里面 就是希望我们不太辛苦 对 早前传出马国明和黄金颖 因为合作拍剧拍拖一年 说起这件事 新颖就说 感觉杂志报道跟剧情很像啊 其实我在华英那个杂志是不是跟这个剧本去写我们的故事 对 因为很像是 因为我们在剧里面就是说我会暗恋 不是暗恋 因为明显的喜欢她 对 但是就是单方向的喜欢 但是你不喜欢她 戏里面 在戏里面 我想最后有一点点感动吧 一点点的 但是我知道很快下个礼拜就是你生日 谢谢 谢谢 没有什么礼物啊之类的 我可以在这里就逼她给我礼物 对啊 因为我没有礼物 你可以发贵了 现在 我在现在一定有了 我一定说有了 怎么说没有呢 在剧中饰演太平公主的陈伟 去年在台湾修读心理学课程 她也希望可以将在课程中学到的东西 灵活应用在剧集的角色上啊 这个课程里面我学习的就是 可以把心里面的一些根底里面的一个从来没有运用到的一些情感 全部把它发挥出来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 我们在公主里面可以在戏里面所有的剧本啊 里面所有情感啊都可以把这些可以运用的更好 可以有一个帮助在里面 是不是心里的感情比较多一点 对啊更丰富啊以后你们看到我是更可爱更丰富 情感更流露的一个女生啊 相信很多观众对TVB经典长剧真情都会有印象 当年有份参演的张慧怡和罗琳相隔多年再度合作 两人都忍不住说很有缘分啊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之前真情 你们也是斗对 我也觉得特别跟他有缘分 因为之前也是跟他有很多对手戏 然后现在的申工剧也是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两个有亲戚关系 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点的误会 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戏要就是要吵吵闹闹闹斗发的 对对对 这里下你们有没有联络啊 现在我们因为我他不在香港 然后我们都有孩子 所以因为我也在演艺圈很多年没有做 我刚扶出三年多 但是呢他也在来香港 我离开香港也很长时间有十年了 当我一回来香港的第一个公开活动 我就碰电给你了 我就跟他说他扶养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跟他特别有缘分 然后我们就是说拍戏的时候 可以互相的谈相交流啊 保良心得等等 我相信我们会有可以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因为我们都有小朋友 然后我们大家都喜欢食尚的东西 所以可能很多共同的话题 对对对